三個鐘產檔 錄音這個星期 因為剛剛結束了七一大遊行 七一大遊行 六九大遊行 算了 過幾天有七一大遊行 因為太多話說 我們要把它切開幾塊 第一塊就由一個比較舊的事 開始說 就是這個汽油彈事件 其實就是在六九大遊行前幾天 我們說突然間就有這個 扔汽油彈 還有一兩單 很多人的直覺就立即想 這一單事件肯定是這個 首先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就是 警察找個黑社會 然後跟他夾手 所以就說 你看看那間警署沒有人 你看看警車不動 還不是夾頂 這是第一個鬼故 第二個鬼故當然就是 共產黨 就是找了一些 我們說黑社會 也好 本土派也好 就故意去扔 而結論也是一樣 就是它不是就嚇到香港人 不減去遊行 它不是搞到 我們說 香港好像陷入恐慌之中 不過我們香港人是不會害怕的 我們也是會照去遊行的 但是前提就是這樣 我想問問你們兩位的意見 我講一講 假設我專門做犯罪的人 那我organize 一個crime 那應該怎麼organize 法呢 喂 第一 就是 我想永遠都是一個 那個 我想拉遠一點 是不是其實在金融上 都是這樣 都是類似的 其實所有犯罪 所有的事都是根據 成本效益 所有這些是你計算 就是 你這個人應該怎麼做 沒有辦法 整件事 如果我要去一個警察 好像你這樣 隔著那個人 就是楊鶴橋 現在警察學了什麼 那你首先要搞這個警察 那個警察呢 他那份糧是多少 他要坐牢 那你就要和他計算 然後呢 然後呢 不要說他要不要先挾穿 然後呢 你就要和他計算 然後那個人這樣 這樣就這樣 沒有監告 沒錯 那你就要和他計算 那警察要做一件事 除了游說他之後 還要磅多少錢呢 他才會肯做呢 相對來說 如果整個人 如果不是一個警察 如果是一堆人 你要導演 又要拍 又要找多少人來 那些人要磅多少錢呢 錢都不是最重要 這樣都不通天 真的沒有監告 那麼多人 當然你要幾十個人 那你就要一些 非常之能的口脈 非常之口脈的人 這個就是牽涉當初 梁仲恆和牛慧晶的事件 那些人經常說他們是鬼 我說如果共產黨 開運這麼高情操的人 喂 捱千刀萬箭 然後呢 就這樣走出去 我這麼大就是為了 共產黨的利益著想 我也要流亡 又要坐牢 你們兩個人 有沒有這麼高情操 那樣 是不是 如果你一不就錢 一不就一個很高情操 如果那個人 那個紋身的年輕人 這麼高情操 新仇 這些新仇 然後什麼都不爆 然後就說自己這樣的話 我覺得 我一定很佩服組織那個人 如果純從 純從犯罪學來說 我覺得是接近沒有可能發生 因為正如你說 人多口脈 怎麼會不穿出去呢 大家都會說的 無論收錢 情操那個人 都是沒有可能能夠做到的 就是 我就會覺得 可能做一些挑撥的話 或者有少少的 subsidize 都可以做到 重要的是 他們不是說 找些人出來 那些人做了 就發現 你原來做這些事情 是跟我們的利益 好像有點一致 之後 洗環手令 怎樣 可以養著你們 找也是可以的 因為你可能會有一些人 那些人 就長期是扮作同情你的分子 你找一個這樣的人 譬如我找一個人 譬如我自己做 我很同情你們民主派 其實我很同情你本土派激進派 或者我很同情你黑社會 很同情你仇視 我長期做這個角色 是不難的 但是你叫我去做行定組 然後還被抓那個 因為我長期只扮演一個角色 我不用做武奸道 其實很難的 即是擋自己 對 你仇視才能做一個角色 那你就比較容易扮演 但是當你角色扮演到多少 你心就做共產黨 心在胡形 心在漢 於是你就這樣去做 然後你又要假裝什麼 又要打擊都不公 你老闆出來的 那就會比較 應該是很難做 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 就是 其實我也同意大師的說法 就是沒有那麼多鬼 養鬼仔的成本 所以是不太有經濟效益 而且風險很高 其實都不關錢 你養鬼最嚴重的是什麼 那傢伙爆了出來 他推翻了你所說的 還要多幾十倍的破壞 是做不到的 對 因為你如果要一個人做鬼 去扔熱燒彈 那時候一定是有一點真心交 但問題是真心交 就不只是講錢 他有時候講原則 你說我多收到錢 你不要爆出來 你現在被人拘捕了 他真的聽你說嗎 他被人捉了 雖然是為自己理想 但我都不否認 我有收錢 那你怎樣 那你已經糟糕了 所以從來做鬼 只能夠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一就好像大師說 他就做回 譬如共產黨要你罵他 但你罵輕手一點 沒有 不要緊我收起錢 就罵少兩句 又或者情報收集 譬如去某一些機密會議 你可以說回裡面的資料 是沒有人會知道 因為有那麼多人開會 不知道是你包的 這些就會做到 甚至乎就是 譬如左派內耗 我都說 以前人民力量都試過 有些人會找人民力量的人 我給10萬元你去選 幫我搞定 我對加他 最後當然沒有收 但就告訴他們 他們會收買你就是這些 但我有相關的討論 就是為什麼 尤其是近年 這麼多有鬼的論述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那群人是不相信 有香港人會真心做這些事情 但他們不願意相信 還是想否定這件事 還是他們有策略性的考慮 你覺得 因為問題是 現在泛民有一群人 跟他們一樣 但做的事完全相反 又或者他們是 互相爭奪同一堆資源 同一堆支持者 你怎樣跟支持者解釋 他們可能激進一些 又或者他們可能有些事 是切合我們的口味 你只能夠說他們是鬼 因為你說了他們是鬼 就算他做的事跟你很相似 你都只能夠支持我 因為他是鬼 就算他跟我做一件事 你支持了他 你就支持了共產黨 其實跟之前 補選的馮劍基的意思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要說馮劍基是鬼 因為馮劍基跟我們一樣 如果那些人分不清我們 他投了馮劍基 我們就虧了本 所以一定要說人家是鬼 你才能夠把大家是同志 都可以區別到哪些人是我的陰點去投 哪些人你是不可以投 其實在政治上你的最大對手是跟你相似的 是你旁邊的一個 你的最大對手不是跟你完全不同 那個人搶不到你的位置 等於黃毓民當年的時候選舉 第一次選舉 第一個就是將著王孟靖來打 他那個是完全正確的 而陳文博會將著張超雄來打 沒錯 也要選一個 沒錯 其實當年的時候 共產黨就是將著社會民主黨來打 即是初出道的時候 即是全世界社會民主黨是最次共產黨的 他就一定要穿著社會民主黨 將打雷為何復生 反而那些其他那些你就可以有 那些資本主義那些 那些你可以有他的 即是永遠都是 這個是那個什麼的法則來的 但這個真的純粹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普通的市民的角度 你都不顧大局 你都不想一下真正的敵人是誰 所以就要有鬼 因為如果你顧大局 大家都各自 兄弟爬山各自路 那我不能夠確保 你有一天會離棄中 我會支持他們的 那我只能夠說他是鬼 他是鬼來的 你不要幫他 那你才能夠確保到你的忠誠度 立刻信你不該 明白嗎 還有就是我一定要說你是鬼 現在我們是搶到同樣的心態位 同樣的一個資源來的 那我一定要將你抹黑 抹到最黑才好 我才能夠上 如果大家一齊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那我有什麼好處 那大家有人坐一半 或者什麼 那我沒有好處 那我沒有好處 還有一件事 鬼股的好處 或者說這個是鬼的好處 就是 你是不需要證據 你要去壞一個人不好 你是要找一些證據出來 那有時候你找不到怎麼辦 你可能批判不到 或者你指控他可以反讀到 但是鬼是所有的結論 都可以是不需要證據 因為譬如我剛才講過的例子 有個人扔了燃燒彈 那你一 你可以說 譬如他扔完燃燒彈 搞到 我們講 那些人不去遊行 你就會說 他就是收了共產黨錢 所以就扔了燃燒彈 那 好了 你後來查了原來他是本土派來的 那你就可以說 這個本土派 其實本身就是和民主派敵人來的 那他也順便收了共產黨錢 然後去對待你 總之 鬼的意思就是 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你都可以用一個自圓奇說 不需要證據的故事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了一個敵人 或者抹黑了他 這件事是一般的政治批判不行 因為你要去批判一個人 決打或者什麼 你要講證據 鬼的故事 但我再問多個問題 因為你說如果是有DQ之前 我都可以理解多一點 就是因為有DQ之前 那群人可能會和他一起選 那現在都DQ了 DQ了 基本上那群本土勇武那群 根本選都沒得選 那你更不重要是 你沒有人說 你不說 或者不說這些陰謀論的話 但你要切割 如果燃燒帶這些 你要切割 你才會撇清圖的關係 還有一件事 斬草是要隨根的 你怎知道他會不會死灰復原來 當然不停踩 還有你塑造一個敵人 也是一件好事 你會令到那些選民 有一個同仇敵蓋的感情 即是認罪到自己 更加認罪到自己的情形 你塑造了一隻鬼出來 我們就要更加嚴守 我們更加不可以背叛 我們要更加互相監視 這個就是為什麼在政治 或者社運圈 鬼尤其是泛民那麼重要 你會看到建制派沒有鬼 建制派不需要鬼 因為大家都已經是統一指揮 你如果有自由意志 你就要靠其他方式去統一他們 那就是靠鬼 但在這件事我還有一樣想說 就是你香港人實在太一雙情願 我都說了有三宗 以前說有一個寶寶被拐帶事件 接著有些人說是新移民拐帶 然後傳承去找那個寶寶 接著就是林梓健 然後到今時今日他擲燃燒彈 每一件事香港人都很想把自己的感情 令到他變成了一個理想的寶寶 譬如那個寶寶一定是新移民拐帶走 林梓健一定是被共產黨靠害 然後那個鬼就一定是 扔燃燒彈一定是收到共產黨的錢 或者是跟警方合計的 但他永遠都是面對不到的現實 就是純粹是巧合 純粹是暗關 他哪有這麼巧 這個世界就是會這麼巧 他不明白 不是看電影 看電影 他們通常都是覺得 盡量不可以 編劇不能寫到這麼巧 因為寫得這麼巧 就是差的巧 最好的巧就是全部都是佈局 情理之外 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 但現實世界實在太多是意料之外 亦都是情理之外的事情 他們覺得這個巧是太差 是三流的巧 我們不應該接受這件事 但現實上就是純粹是一個案件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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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前發生 這些巧合的事情 你不願意接受 但事實上就是這樣 對整個社會的發展 形勢 誤判 是長遠的 不知在發生什麼事 但問題是 經常去宣言 這個世界 我們都覺得很多事情是正確的 但沒有人願意去接受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才被人罵 好 現在就到這裡